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是 加拿大城镇或者城市是怎么样招商引资的 作为城市或者每一个地方的自治单位 因为税收的关系 大家都有招商引资的冲动 大家都想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这个词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中国的各个政府历来都特别注重招商引资 加拿大也有招商引资 那有哪些不同呢? 我已经做了加拿大的市议员四年了 现在又重新竞选又连任四年 我本身也是一个商会的一个成员 我对这个本地的招商引资是了解的很透确 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加拿大招商引资的这些不同 在中国招商引资的时候 大家都是要给什么优惠 好像特别是给外资的优惠 这一点在加拿大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我们这个小村 我们招商引资 就绝不会去考虑给外人优惠 任何的优惠政策 都要先优惠本地的居民 先优惠选民 就是这些人选我们上来 那我们是要先优惠他们 而不能先优惠外地人 这个给予外资优惠 这一点是实在让人无法认同 第二个不同的点是 在中国招商引资 经常性的就是给予外资办的企业 是特别的便利通道 所以他们能够很早地拿到执照 很快地拿到这个什么各种手续 就可以干起来了 加拿大招商引资引来的这个资 他一定要走那些所有的程序 任何一个市政单位 都不可以说几个部门联合办公 就给他批下来 就让他拿到上面这个手续 这是不可以的 他该走的环境评估程序一定要走 该走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方面的手续 那也是一定要走 这个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这种手续上面的优惠 我们所能招商引资的 所以能够拿出来吸引别人的 是什么呢 是法治 是这个安定的环境 是不用担心你这个商业进来以后 会被这个某个部门或者是某一任这个议会 或者是某一个任市长 或者某一个权势人物跟你就取缔了 这一点是绝对不会 这一点是在我们加拿大这个法治环境里边 只要你把那些程序都走过 只要是你来到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的单位 没有任何的个人 没有任何的组织 敢去找你的麻烦 因为这一切 你已经走过了一切的法律程序 你已经符合了所有的标准 那任谁 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势 不管他有多大的能力 不管他有多少钱 他都没有办法 去找你的麻烦 当然 有时候 这个 个别的这个 特别是像我们小的市镇 小的城镇 小农村这样的地方 如果选出了一个不好的议会 选出了一个 他想胡来的议会 也有可能对这个商业有有害 比如说我们四年以前的那一届议会 他把这个 这个商业用地门前的这个停车副里给他随便给他更改了 改了以后让18个停车位置剩下8个停车位置这种对这些商业是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 加拿大的这个这个政治环境 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当政 他最多能祸害你一两年 他还没有办法把你祸害的 就是要你做不下去的时候 他就必须下盘 像这样的 这是很少见很少见的 他不可能长久的干下去 因为这四年一选 就决定了像你这样乱来的这样的一个市长 或者这样的一个议会 肯定会被选下去 所以从长期来说 在加拿大这些地方经商 你是不用担心说是哪一个政治人物会给你捣乱 他就说捣乱也只能做这点小动作 即使做这点小动作 在一两个年之内又能给你改回来 因为像这样的人 他刚刚上去他没有能力 他最少两年以后 他才熟悉该怎么呢 怎么样才能给你找一点麻烦 但是刚刚给你找麻烦 整个社会都会谴责他 整个这个新闻都会报道他 所以他很快就得下去 他一下去了 他这点小动作影响不了这个商业的大的运行 所以我们这里招商引资 就是强调的这一个法制环境 还有这个平稳运行的这个民主的政治制度 保证了你只要依法的来这里经商 就是绝对不会遇到大的麻烦 你绝对不会就是凭空的就让人把你这个生意给你关掉 或者是给你取缔掉 这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像这个小镇 虽然四年以前出了那些问题 这个在这个当地的媒体 还有这个CBC那个国家广播电台 这边就是出了很多的丑闻 但这样的丑闻影响只能影响那么很短的时间 就是马上就能够被纠正过来 这是民主制度最好的一个方面 自从我们这一届上一届议会当选以后 我们一直都是在各个地方的媒体上面 一直都是正面的形象 所以很快的我们这里的这个营商环境 就变得有吸引力了 就是过去我们四年所做的 让人家都看到了 所以最近就有很多的这个商业愿意入住 就才上两个月吧 就已经有一家这个加油站要进来 然后上个星期又有一家这个小型的车行 也要进到我们这里 然后我们又有了这个一家这个回收公司 还有一家这个这个药店 就是小型的药店 也再申请准备进来 所以这一些就是说明 在我们加拿大这个市政 招商引资的时候 我们不必给外人什么优惠 我们只要做到了这个依法 做到了这个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这个第一位 做到了这个 与这个商业各个商业上这些人的一个良好的沟通 我们招商引资就能够做得很好 根本不需要就是法外优惠 根本就不可能给任何人法外优惠 所以经商一定要到像加拿大这样的地方经商 像这样的地方经商 虽然你不可能一夜暴富 但是你可以保证 你的生意都能够永远平平稳稳的 就是这样能够经营下去 不会中间就会出一个大的问题 在这里我也呼吁我们华人商家 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吧 保证不会遇到大的麻烦 保证只要你看准了 你保证是有钱赚 但是就是唯一有一点 虽然我是议员 我没有办法帮你法外有什么优惠 没有办法帮你把这些手续 是怎么给你减点什么手续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 这里的政府不管是谁 没有任何人敢或者是能够给你制造麻烦 这是你可以永远放心的地方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